Netflix原创韩剧《律师朝鲜》第二季 改名为《实战朝鲜》 比上一季更多活石 血将更是喷好喷满喷不用钱 活石技能也开了外挂 更上一层楼 不仅米亚造李亚造 还展开了真活石运动大会 和市值李昌带领的人类大军 展开一场PK决斗 真活石运动大会 由盛况空前的万石马拉松揭开序幕 它是雨霸空版的气泡线 是吹响的 您见记着从前 依女时飞卡丘就溜烈 除了专研医学病例 还是个攀岩高手 带着脱油瓶果仁老师 啊不丢啦是造饭吧 伴随着活石加油声 快速抵达终点 射击伸手勇信 受过捉活军的严格训练 在上季比赛中表现优异 本季赛事人保持最佳状况 天装弹药时 活石会自动闪避 不会发动攻击 礼仓的老师安宣大监 让一群学艺不经的杂鱼小兵 当成练习雕吧 终于在下冰蟹将 射了八百枪之后 变成活石 但是和其他灵眼 活石不同 他是转跑健将 还是所向无敌 捡枪不露 会认人的活石 就这样一口咬下 最大反派照学柱的脆胚吧 火石很忙 白天跑马拉松到夜晚展开跑酷极限 而且技能满点 风神水起飞烟走壁 只差没有用双结棍了 全能运动员 试着礼仓主力射箭 不过也参加了 田径短跑与跑酷极限 还主动将赛事延伸到了冰上 皇后也是首度参赛 每个上师都配备自动防滑功能 就在这个moment 礼仓兄兄发现 已是铁臂神拳 赤手空拳 冰甲给它打下去 爱天如一片蓝蓝深海 在心深处摇摆 候选拳是 真火石运动大会 第一季和第二季不可取代的 战神MVP 就是离开土壤 也依旧鲜艳 永不枯萎的生死槽 带着不能说的秘密 故事战线延伸至中国大陆 却认过眼神 却认过眼神 来自星星的陈志贤 偶逆将开启星宇宙 哦对了 朝鲜小国王 大家都没睡醒哭 所以匆匆还在他身体里面 窜来窜去 很怕人的啦